据云央视3月16日报道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两国将于本月进行三场联合军事演习 其中两场在俄罗斯训练场巨星 一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的训练场巨星 演习内容涵盖空降作战和装甲作战等 俄白双方在演习中共计出动了包括TG2坦克 BMPR步兵战车等在内的80多件护士装备 演习个目是装甲部队联合作战 两国进化举行的空降演练将会出动米R4武装直升机和米8直升机 白俄罗斯出动的是该国的特种部队 演习将持续到等月27日 白俄罗斯南部与乌克兰直接接壤 在东乌局势升级之时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三场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军演 不免有警告乌克兰的意思 在东乌冲突中 乌克兰方面出动了大量的装甲部队 并且声称要一举收复顿巴斯地区 如果乌克兰真的对此地动武 俄军的空降部队可与地面部队一起 直接进驻冲突焦点地区 拜登上台之后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加大 这也给了乌克兰激进行动的勇气 尽管乌军已经收到了美国十多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但是如果想与俄军正面较量 这样的力量显然还不够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